今天和大家示范一個食用小梳打的很好用的方法 就是用來洗花甲洗蜆 首先我用鹽 對比一下,放了很多鹽 然後放一些水 蓋上蓋子不斷搓 通常洗蜆都是這樣,會套很多沙 我已經搖了很多次 你看我時間搖得很久 其實拍飲食的,真的可以騙到Viu 我一向都說,如果想學煮食 一定要看小紅書 花鏡頭可以做 一條片可以做十道菜 你看我搖了很久 水很清,可能有些沙會吐出來 我以前都是這樣,都吃不到沙 但今次我就用小梳打 你看看,它吐出來 好恐怖 吐得非常多,而且沙還是黑的 以後一定要用食用小梳打 除了用來洗碗,洗衣服 為什麼用來洗碗 因為洗潔精裡面的活性介面 就是沖九次都沖不完 我們看看沙,恐不恐怖 這個就是食用小梳打的威力 全部的沙都吐出來 如果不用食用小梳打 我相信食落土的就是這些 這個就是煮炒蜆的最重要一個步驟 一定要把它弄乾淨 你看看沙,好恐怖 全部都黑色的沙 然後洗完之後,我沖了幾次水 水都是清的 我再搖它,都是清的 無謂的片我就不放太多了 最主要是放些精華上去 再洗的,我全部都關掉 總之之後那些都是清的水 以後都用食用小梳打來洗蜆 以及洗大聖子那些 我再試多次用食用小梳打 看看還用不看得出 因為我看到沙實在太恐怖了 再下多次食用小梳打 食用小梳打 證實了,真的一次可以吐乾淨一點 烤蜆都是薑蒜 洋蔥豆豉 薑蒜當然是用磨機磨它 這部機都是17元 1688元 便宜到媽媽都不認得 我看看找不找到連結再放上去 還要慢慢剁 有慢有快的 我今次磨多了 為什麼呢 因為在淘特買的薑蒜實在太便宜了 可以用很多 去街市買成十幾元的薑 只有那一塊多 但淘特買十幾元有成 5斤 蒜又一大袋,真是有時間用 大家看看,這裡都是10元左右 一大袋 在解釋買我們知道價錢 10元左右 3條 薑也是10元左右 整箱 做滷水經常都會用 但記得千萬不要放在冰箱 放一個袋子是錯的 應該用布紙或紙放在外面 下油,我用蝦皮 紅花椒 丁香魚 然後再放薑蒜 這裡放多了,所以味太重 下次要放少一點 因為蜆不是那麼多 25元只有一碟 這次是蒜頭和薑蒜 比蜆還多 好,下豆豉 炒香 然後下蜆 再下洋蔥 其實如果洋蔥要吃脆一點 就不要一起放進去 先炸好洋蔥再撈上來 但是我為了方便 我把洋蔥倒進去一起煮 喜歡吃軟的洋蔥 都好像我這樣可以 你看是不是沒有什麼蜆 我這次放洋蔥太多了 拿了兩個 蜆真的沒什麼 然後就放些水 放些大地魚粉 我通常煮菜都不會用 蠔油和雞粉 我都會用大地魚粉 好像日本人那樣 很多時候煮菜都是用木魚粉 堅魚粉 大地魚粉 拼多多買都是20元 20多元一罐 這罐都是20多元 很划算 100%大地魚 好,很多沒用的鏡頭我飛走了 差不多滾了 蜆打開了就打蜆 打蜆應該是用木薯粉 或者是馬蹄粉 機改鷹束粉就不要用了 不過馬蹄粉最貴的 香港買三十多元一盒 只有250g 但在1688買就7元一盒 真是沒辦法不在網上買的 按兩按就有人送來 不夠蜆就放多些粉去打蜆 這次真是洋蔥多那些蜆 是花甲 這個是昨晚 就吃兩個菜